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也就三个 我 我朋友大哥 还有我朋友的表弟胡子 不说瞎话 我当时就感觉自己跟被耍了一样 这跟我以前听的东烈故事一点也不一样 说好的猎枪 说好的熊蹄 说好的老把头啥都没有 大哥当时还笑话 我想象力太丰富 其实后面我也想明白了 现在东烈就是图和新鲜 那还能跟以前一样 为了吃喝啥都不怕就敢去干 以前是穷 现在日子好了 谁还乐意费牛逼自劲进山找罪受 胡子是本地人 靠山 他们那以前确实有东烈的习俗 包括现在每年节前也会下个套子 带个野兔之类的 我们那次没有从村里人平日进山的路上山 胡子带我们走的小道 他说小道人走的少能带到东西 不过我当时确实有些担心 虽然东烈听着是一回事 但自己尝试又是另一回事 谁也不能保证不会碰到大青野兽 虽说老虎豹子不可能 但野猪毒蛇在他们当地还是很贱的 大家不要以为野猪只在山上活动 其实东北那边的野猪闲着没事就会下山转悠 当然这个转悠并不是什么好词 说是转悠其实就是霍霍 霍霍庄稼 霍霍田地 说到这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 这野猪怎么就会霍霍庄稼 霍霍田地呢 其实啊 这野猪霍霍田地是最严重的 它们喜欢拱地 到地里一拱就是一个洞 要吃庄稼它也不好好吃 让它这么一霍霍 那整块地就全完蛋了 这些都是胡子告诉我的 它们村的庄稼以前可没少被野猪霍霍 后面我问它 这野猪跟熊瞎子比谁更厉害 胡子没有一丝犹豫地说 当然是熊瞎子厉害 既然熊瞎子厉害 那为啥那么多人都说野猪二熊三老虎 我问道 胡子说 都是编排 光看体积也知道它俩谁能耐了 我们当地人都知道宁斗猛虎不惹风雄 那熊要是积了眼可不得了 一巴掌打下去 顽口粗气的树直接就能拍折 大哥也接着说 没错 而且熊瞎子舌头上长满了刀枪刺 在人脸上舔一下 就能带下去一大块皮肉 我一个老叔以前年轻的时候进山 就遇到了熊瞎子 让熊瞎子给舔了一下脸 到现在还是只有半边脸 大哥跟胡子讲得津津有味 只有我听得浑身寒颤 一直担心待会我们也会遇上 就凭我们这装备 别说熊瞎子 就是遇到野猪 估计我们也得挂点彩 不过大哥却让我放心 说道 你可不要小看胡子辈的这张弓 这张弓是他家祖传的 传统复合弓 纯手弓打造 菜质什么都是上等的 一般的路 袍子什么的 一箭过去 保准倒地不起 就算遇到野猪 我们也能搏一搏 再说 咱们这一次也不会深入 能碰上野猪 那就是顶天的大家伙了 大哥这么说 我也就放心了 见了山 我们该下套下套 该收网收网 中午了 用雪化水煮了几包泡面 因为我们这次来 主要就是图个乐喝 赶个新鲜 并没有深入的打算 所以吃完饭 我们就开始一边堵牌 一边砍大山 等着太阳落山之前 再去看陷阱 就这样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 下山之前 我们去看陷阱 有两只野兔 比我们预想的好多了 拎着兔子 我们就回去了 准备晚上搞个火锅尝尝 吃完饭因为很晚了 我跟大哥准备在胡子家些一宿 等第二天再走 胡子家有四间房子 一间他父母住 一间他自己住 还有一间是仓库 最后一间是空的 不过有张炕 按我的意思 整两床被子 我跟大哥去空房里睡 也省得叨唠胡子他家人 但胡子 却让我和大哥跟他睡 问他为什么 他说那间空房不能睡 以前是他爷爷的房间 后来他爷爷去世后 屋里面就开始 莫名其妙地闹荒皮子 只要有人在里面睡觉 第二天 保准是躺在地下的 胡子这么一说 我立马就来了兴趣 大哥跟我差不多 对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 也挺感兴趣的 我俩一拍即合 跟胡子说 今儿就住在空房里面 胡子健全不住 我们也就没说什么了 后面给我们搬来 两床被子 把炕烧热 告诉我们 夜里如果有什么动静 就大声喊他 大哥是东北人 我对东北文化 也算了解不少 夜里我俩就在讨论 这黄皮子班人的真实性 有多大 后面我俩一致认为 这是至少有八成 可能是真的 因为在东北 所有关于黄皮子的故事 都伴随着邪性神秘 说到这里 我得再讲一下出马仙 大家都知道 东北出马仙 其实东北除了出马仙 还有宝家仙 别看听着差不多 但这出马仙 跟宝家仙 还是有区别的 大哥说在东北 一些动物开了心智 有了道行之后 一般都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成为出马仙 还一个就是成为宝家仙 这所谓的宝家仙 其实就是靠人们的供奉修行 你供奉我 我保你家平安 当然不是所有宝家仙 都这样的 有的宝家仙旨 叛徒香火 对供奉者家里的施压根 就不过问 甚至还有你 供奉没几年就不供奉的 他还会反过来祸害你 宝家仙并不都是动物仙 还有供奉自家 已是仙人的 男的叫清风女的 叫烟魂 其实说白了 就是有了道行的鬼 那天晚上 大哥就给我讲了一个 关于宝家仙的故事 大哥说他以前 还没有搬到城里的时候 他们村里有一个 跟他年纪差不多大的伙计 因为常年走霉运 同龄人都叫他摔神 大哥说这个摔神 其实一开始并不摔 因为小时候 一次中原节走夜路 被脏东西给缠上了 回到家就发起了高烧 整个人昏迷不醒 还满嘴胡话 当时家里人只以为 他是着了风寒 吃点药闷被子里 出出汗就好了 谁知道在床上躺了几天 也没见好转 这下家里人急了 赶紧送到 附近一个老中医家 那老中医给摔神 毫了豪迈 后面摇头说 自己无能为力 不过他给摔神父母 出了个主意 说摔神这可能是虚病 实在不行 去请个先生 过来给孩子看看 摔神父母虽然是农村人 但也是学问 比较高的知识分子 心里其实是 不认同这个的 要不然一开始 他们就找先生看了 只不过后来 实在没办法 就听从了老中医的意见 去外面 请了个先生回来 可奇怪的是 那先生前脚踏门后 脚摔神就醒了过来 一开始 摔神父母 都以为是先生的本事高超 这还没做啥 只进个门 就把那脏东西给吓跑了 但那先生知道 自己可没那么大的本事 所以也没有向摔神父母邀功 而是问摔神 中原节那天夜里 到底遇到了啥事 摔神得知 自己昏迷几天后 也是后怕的不行 就把那天夜里 遇到的事说了一遍 他说中原节那天 他出去玩 在路边捡了一打火纸 当时有好多人都在烧 他模仿心就起来了 也跟着烧 结果不知道咋回事 回来的路上 一直感觉脖子酸疼酸疼的 那先生听到这里说 你们这些小家伙 就是不知所谓 鬼节的火纸能乱烧吗 你烧好了 他们想要更多 烧不好就跟着你 那天他骑在你的脖子上 你婆了 他一路脖子能不酸吗 先生这话 把摔神父母吓得不轻 连忙问儿子 现在脖子还疼不疼 摔神说不疼了 接着说 自己那天晚上回到家 才发现身后跟着一个 穿白衣服的女人 头发很长 把脸都盖住了 问他是谁也不说 摔神说 当时自己害怕的不行 想找家里人 却怎么都找不到 所有人就好像 凭空消失了一样 自己身子也变得很重 连脚都抬不起来 想跑都跑不掉 后来一阵风吹过来 把房间门给吹开了 接着就看到 一个老头进来 讲到这里 先生问摔神 那人你认识吗 摔神点点头说 我认识 是我爷爷 摔神这话 把父母吓了一大跳 摔神他爷爷都死了好多年 怎么可能会出现的 难不成 复活了不成 先生 没让摔神父母 打断孩子的话 摔神接着说 他爷爷进来 就抓着那白衣女人的头发 一边打他 一边让他滚 不过那个女人 好像很厉害 指甲特别长 把他爷爷的脸都挠烂了 后来他爷爷 化成一股烟就跑了 当时摔神心想完了 自己这次肯定是逃不了了 结果谁知道 没一会儿房门又被风吹开了 这次进来的有三个人 一个是刚才被打跑的爷爷 还两个是一男一女 岁数看起来都很大了 进来后也不说话 三个人围着那个女人就打 那女人不是对手 就被打跑了 那女人跑了之后 自己也就醒了 先生听后又问摔神 后面进来的那两个人 你也认识吗 摔神摇头说不认识 这时候摔神父母 好像想到了什么 让儿子给描述一下 摔神就把那一男一女的模样 给描述了一遍 听完摔神的描述 摔神父亲一拍大腿惊倒 那是我爷爷奶奶老两位呀 大哥讲到这里就停了下来 不过我倒是觉得挺乐呵的 说道 也就是说 那三位就是摔神家的保家仙伴 大哥说 可不是吗 头一个来的是他爷爷 后面来的是他太爷爷和太奶奶 这还真是打虎亲兄弟 上阵赴子兵 那女人估计也没想到 打跑了小的 竟然把人老的给招了过来 我开玩笑道 大哥不知可否地笑了笑说 这在我们当地挺正常的 保家仙也好处 马仙也罢 拼的都是本事 没本事马人也行 只要你家里人够多外面的东西 就不敢惹你 后面跟大哥又聊到了出马仙 大哥说 这出马仙里面 要说名声最高的非黄仙莫属 在前两年提起东北 大家脑海里第一时间出现的肯定是大金链子 烧烤 罕迈这三个形容词 但在以前提起东北 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却是黄皮子 貂皮和人参 由此可见 黄皮子于东北是一种什么概念 大哥说 在出马仙中 数黄仙流传的时间最长 故事最广 同时 黄仙也可以说是最灵的 黄仙附身出马 一般都是以问世占卜为主 其实这不难理解 因为相比其他几位仙家 黄皮子的繁殖能力 绝对算是超强的 在数量上 就比其他几位仙家多 所以耳目众多 和他打听是 自然是比别的仙家灵验 大哥还告诉我 其实不知野外的动物能修炼 甚至家养的宠物 都有可能会成精 我问大哥从何说起 大哥问我有没有听过 鸡屋六载 全部八年这句话 我说听过 鸡屋六载犬 不八年这句话 最早出自古籍 一妖 在以前民间流传很广 意思就是说 养一只鸡不能超过六年 养一只狗 不能超过八年 因为一妖认为 像鸡狗 还有各种家畜 长期与人接触 沾染人的灵性 时间一长 就很容易成精 大哥说没错 尤其是以前家养的白狗 老一辈的都说 白狗养的时间长了 就会学人站立行走 就跟黄皮子讨风一样 有的还会戴着草帽 趴在窗户台上瞅人 这就代表他已经成了气候 这个时候一定要把他放了 或者是杀掉 不然肯定会祸害你全家 大哥说 以前他听老人讲过这么一件事 说是在八十年代 当地有一户人家女人产子 在以前大家也知道 生产条件没那么好 有很多胎儿生下来 没多久就会夭折 这其中 不单是因为卫生方面不合格 造成的细菌感染 更多的是来自动物的危害 尤其是耗子 以前那个时代 大家心知肚明的 穷 别说畜生了 就连人都吃不饱饭 可人吃不饱饭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有良知的 但畜生没有 尤其是耗子这种 围吃而生的畜生 其实八十年代 那会的耗子很猖狂的 因为死的人多 野钩子 乱葬岗 小树林随处可见死尸 伴随着死尸出现的 绝对有耗子 成群成群的耗子 只需要几天 就能把一具尸体啃成骨架 那场面真的是无法形容 包括后来的瘟疫 基本都是耗子造成的 老人都说 那个年代的耗子是有毒的 被咬一口可不得了 其实这个毒说的是细菌病毒 因为吃的腐肉多 难免产生病毒 但时间一长 它们就进化了抗体 它们没事 但咬人一口人可有事 至于那些没有吃过腐肉的耗子 更不得了 我听过不少老人都说 那个年代经常有刚出生不久的胎儿 被耗子啃尸的情况发生 我一朋友的远方表舅 小时候被耗子啃断半截手 现在有肩膀只有大胳膊 小胳膊连带右手都被截肢了 可想而知 那个年代的人们会有多恨耗子 说回正题 大哥说 当时那家人的孩子生下来 就一直被大人随时看着 就是怕遭了耗子的祸祸 可是有天大人离开了一回 回来后发现 墙堡里的孩子不见了 墙堡里还有血迹 反观自己家的白狗 竟然趴在墙堡旁边的嘴里 还在咬着什么东西 当时孩子的父母立马就红了眼 抄起一根木棍 就给自家白狗一顿暴打 打得白狗爱好直叫 骨头都噼里啪啦直响 非要白狗把嘴里的东西给吐出来 最后白狗被打得干呕 呕了一会儿 还真的吐出来一团血淋里的东西 当时孩子父亲叫着 要去厨房拿刀宰了他 可上前仔细看了看 发现自家白狗嘴里吐出来的 并不是孩子的尸体 而是几只大耗子 这尸床上又传了一阵婴儿的啼哭 孩子父母赶紧过去 把被子一脚掀开 发现孩子没事 这时他们才反应过来 肯定是有耗子想啃尸自家孩子 但被自家白狗保护了起来 最后把耗子全给咬死吃了 反应过来后 这家人就开始后悔 此后对自家白狗那是一万个好 有时候自己不吃 也得给白狗吃 家里除了孩子 就数他地位最高 可是慢慢的 这家夫妻俩发现 自家白狗随着年纪的增大 变得越来越怪 有时候还会突然站立起来 对着人作医 眼珠子也跟人一样 会打拳乱转 有此感激回来得早 到家后 发现自家白狗戴着一丁草帽 上半身套了一个大挂子 乍一看 就跟人一样 趴在窗户台上 朝里面望 当时的人跟现在的人可不一样 现在谁家宠物狗会站立作医 那叫聪明 在以前有狗这样 绝对会被扣上成精的帽子 虽然这白狗与他们 夫妻俩的孩子 有救命之恩 可当时看到如此怪异的一面 他们心里还是有些发颤 就商量着 等哪天这空 把狗给带到山里面 给放了 但没想到 这话被白狗听到了 转过身额 狠狠地瞪着他们夫妻俩 眼睛里面流露着逼人的胸光 女主人被吓了一跳 赶紧拍打丈夫一下 在那个年代 他们真要是把白狗给放了 那这白狗是必死无疑的 又不会捕食 首先竞争 肯定竞争不过山里面的虎狼豹之类的 要是被人发现了 还有成为下韭菜的风险 夫妻俩也不说话了 吃了晚饭 早早的就禁无歇息 到了晚上被墙外 哼哧哼哧的声音吵醒 男主人起来 走到外面一看 发现自家白狗在窗屋下面 用爪子挖坑 再顺着一看 发现自家房子四周 都快被白狗掏空了 男主人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畜生 是想把自己家的房子给挖倒 如果刚才没有被吵醒 那么今天夜里 自己跟媳妇肯定就被 坍塌的房子给砸死了 白狗的这个举动 让男主人忘了救自己孩子命的事 挥起铁锹就往白狗脑袋上拍 白狗也不躲 一铁锹拍上去后 就倒地不起了 当然 这只是大哥讲的一件 本土流传的故事 大家听听就好不要当真 讲完这个故事 我跟大哥都没经历了 俩人接连入睡 那天夜里 我记得我是做了个梦 梦到自己身处在山水之中 周围的景色很漂亮 有瀑布有河流 而我就好像开了上帝视角一样 我想看什么就能看到什么 视觉甚至都能有远拉近 接着又感觉自己身子一清 耳朵边风吹得呼呼作响 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竟然踩在白云上面 心神一动 立马就飞到了瀑布前面 到了瀑布前面 我伸手去摸瀑布 结果发现瀑布有点怪 摸着软软的 没有一点水的触觉 我感觉很奇怪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念头吧 接着我就醒了 醒了感觉身子冻得发凉 再一看 发现自己竟然不知道 啥时候躺到了地上 大哥也在我旁边 一开始我没有反应过来 但是后面 闻到了一股尿骚味 我把大哥叫起来 问他是不是尿痕了 大哥一脸迷茫地四处看了看 然后大叫道 嘿呦嗨 我说咱哥俩还真的被黄皮子给搬到了地上来 我踢了大哥一脚说 滚你的吧 你咋不说是你水龙头没关好 把咱俩给冲下来的 说完我俩就都笑了起来 那时候觉得 是不是被黄皮子搬下来的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Тогда也是有两个人 对一个是两个人 你们都不堪不知道 你们两个人可以感恩 稍 Expecticiones 鈴